好 好 掃墓踢板子一命無呼 他去踢到人家那一個棺材板 結果那個傷口呢 引發蜂窩性毒之炎 然後已經越腫越大 你們這些大人 帶小孩去掃墓 小孩沒去顧好 他現在想要對三個 你知不知道 這很危險 他沒有辦得好的話 他那魂都會受傷了 你們的祖先的木有問題 那個老師 往那個墳龜上面一站 他蹲下來手 就進去土裡面這樣 弄兩下 抽出來 Coco夜走會 好兄弟來做會 大家晚安 我的總康 這個清明節啊 是非常重要的家族活動 這個親戚們的相約 在清明節的時候 掃墓呢 這個是非常快樂 因為聚集在一起嘛 那可是最怕觸犯了禁忌 那之前在湖北 有一個女子 跟丈夫去掃墓 掃墓回來之後呢 然後晚上就睡覺 睡覺以後呢 就被對她的丈夫狂毆一頓 然後呢 這個每天晚上都發生 常常一個禮拜 丈夫很害怕 認為是不是發生什麼 禁忌的事情呢 結果去醫院檢查 沒事 女子她是 但是這個事情太巧合 因為發生在掃墓之後 所以會讓人家害怕 今天我們的主題 你鎖定在哪裡 鎖定在會撞鬼的掃墓禁忌 歡迎COCO夜總會的 陰陽管理員 有啦 有心都很酷 大家好 我覺得不可以幫你 COCOCO 敲開陰間大門 再COCOCO 轉接猛鬼來電的 陰陽界管理員Eason 老師 給我一個B 就喜歡自拍 不管哪裡都行 就喜歡自拍 不用偷偷入鏡 喜歡自拍 如果模糊重新 就喜歡自拍 喜歡自拍 真的沒招 連手步都要自拍 小心 你的靈異照片現身在臉書啦 還有掃墓也要注意時間 太晚離開 孤魂野鬼 會跟著你回家 是誰 這麼大膽 在祭品裡面動手腳 最後踢到棺材板 差點被抓去血跡 大家掃墓 還是要乖乖遵守禁忌喔 還來 喜歡自拍 不管哪裡都行 還喜歡自拍 冷靜 冷靜 我們彩排的時候 其實是拍子很準的 我知道 太厲害了 掃墓 掃墓呢 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事情 絕對不能惡作劇 結果惡作劇會得到報應了 是不是 惟明哥 是的 今天要分享這個鬼故事 其實它也有意思就是 它是惡作劇產生的 因為其實在台灣 很多時候掃墓的時候 就是這個家族的成員 會一起去 那也不一定會局限在 這個掃墓的那一天 大家有時候忙 可能會提早幾天 或是什麼之類的 我台中有一個朋友 他們有一個大家族 然後有一天他們去掃墓玩 掃墓玩回來 就當天晚上而已 結果當天晚上 他就發現那個小朋友 小男生 家裡長子 小男生七歲 就一直抓雞雞 這個媽媽看他抓雞雞 就小朋友要一直抓雞雞 難看什麼 那就不管 小朋友就抓... 好啦 爸爸就帶著小朋友 到這個浴室去洗澡 一進浴室洗澡 發現那小朋友的雞雞 小朋友的雞雞 本來就是跟一個母子一樣大 可是他小朋友的雞雞 已經大到 就差不多像一個小香腸 爸爸就很緊張 這是什麼狀況 說我兒子雞雞長大了 天賦亦比 對 覺得長大天賦亦比 他也沒講 可是接著他幾乎是 沒事手就在那邊抓 就是你大人冬天 穿的衣服讓他多 他手沒有辦法伸進去 他都會隔著這樣 然後站也站不住 座也坐不住這樣 然後久了就慢慢時間 一天 兩天 三天的過 他就跟媽媽講 媽媽好癢 媽媽下面要好癢 那媽媽就覺得 這真的耶 媽媽就特別注意看以後 就發現他真的越來越大 後來大到什麼程度呢 太快了吧 這很恐怖 大到一邊因為玉米洋大 然後就帶到醫院去 給醫生看 然後一個禮拜以後 檢驗下來以後 就跟他們講說 沒有 他是得了一種 反正醫學上的東西 什麼真菌感染 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交代一些東西 給小朋友吃的藥 擦的藥 這個藥拿回來後 大家就覺得應該沒事 小朋友嘛 應該沒事 好 那就給他吃藥 什麼弄 沒有用 其實狀況沒有變好 狀況沒有變好以後 這開始他就發現 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他的小姑 他的小姑 不跟他們住在一起 可是沒事會到他們家來 而且小姑平常來的時候 他其實是不大喜歡 他們家的兩個小孩 所以進來的時候 看他小朋友 叫阿姨 然後也不大 也不大搭理他們 可是他就慢慢發現 那個小姑 小姑會到家裡來 會特別關心那個 七歲的小朋友 就突然會對小朋友 會關心小朋友這樣 然後那媽媽有天就覺得 怪 我兒子這個病 解決不了 然後完沒事以後 這個小姑就慢慢 來家裡的次數變多 然後來家裡次數頻繁了 他就覺得怪 可是年輕媽媽也做不出 什麼事情來 然後有一天 這個她的媽媽 就回到台北的娘家 然後就跟她媽講說 我們最近怎麼樣... 就講到小朋友這個事情 這個外婆一聽也覺得奇怪 你這個我覺得不是 外婆的老人家就覺得 你這一定不是病 你這一定是什麼 奇怪的東西 就帶到宮廟去看 那小宮廟一進去的時候 那個裡面的那個 宮裡面的人 就跟那個小朋友媽媽講說 你們不要進來 他說你們不要進來 後面跟了六個鬼 就說你們後面跟了六個鬼 外婆就問他說 這跟了六個鬼是... 是幹嘛 為什麼會跟我孫子 還是說跟我們什麼... 然後這個宮廟說 沒有 你這是前世 前世累積的這個東西 我們就要還這個業 就請宮廟做一些祭蓋 然後花一點錢 燒一些紙錢什麼 做一些超度什麼 做完以後 小朋友有好一點 就東西有變小一點... 東西有變小一點 可是還是一樣 就是還是小朋友會癢 然後會很不舒服 然後那個狀況 就一看就很不正常 那外婆一聽就說 好 沒關係 那我來想辦法 隔了幾天 外婆就到處去打聽 其他的宮廟 外婆說 我跟你講 苗栗的宮廟很棒 來 你來開車帶我 我們去苗栗這樣 然後就開車去這個 去苗栗一個宮廟 一進去裡面 他們就把他的生成八字 然後該問什麼事 就給那個宮廟的 那個裡面的公主 那公主就請的是那個 三太子 他請了三太子的神 然後降降到身上以後 那三太子直接講說 你們的祖先的墓有問題 你們祖先的墓有問題 你們祖先的墓有問題 才會影響到這個小孩 這個小孩是長孫對不對 他說對 這小孩是長孫 他說那你們要不要回去 看看你們祖墓有什麼問題 好啦 那這個外婆聽了以後 就帶著媽媽回去了 就看他們祖墓 其實看他們祖墓 我們一定先找這個風水師 像湯帥這種風水師 風水師看以後 風水師看以後 到現場風水師就是說 你這個墳墓有被破壞 你這個墳墓有被破壞 風水師就對著那個墓這樣 拜了幾拜 然後口中念念有詞 弄完以後他就不講話 就默默地走到那個墓龜上面 我們是這邊立墓 後面有龜 走到那個墓龜上 然後走到那個墓龜上 站在那個墓龜上 大概繞了兩圈 走路這樣繞了兩圈 繞了兩圈以後 就跟媽媽講說 我給你看一個東西 然後接著他就蹲下來 蹲下來的是 因為他在高處對不對 在這個墓龜上 所以外婆跟媽媽都看到就是 那個老師 往那個墳龜上面一站 站在那邊跟他講說 好 我給你看一個東西 然後他蹲下來 他蹲下來手就進去土裡面這樣 弄了兩下 抽出來一根 抽出來一根斷掉的骨頭 就是上面有一個小小的關節 然後這邊過來 就這個關節沒有了 這邊斷掉了 然後是直直的這樣 插進那個墳龜的正中央 墳龜的正中央 然後拿起來 那媽媽還想問說 不就是一個動物的狗骨頭 什麼什麼之類的 可是這個風水師跟她講說 你見過狗骨頭是降在叉的嗎 然後接著就把那個狗骨頭 給他們看說 你看上面有什麼 就狗骨頭其實已經變黃 變土色對不對 上面竟然有那個 黑色的筆 畫東西的痕 就像我們這個 有什麼東西給師傅加持什麼 師傅會畫那種東西一樣 好啦 這外婆一看就嚇到 那這是怎麼回事這樣 然後這個風水師就說 我現在不能在那邊跟妳講 好啦 風水師就把他們帶下來 然後又處理 又處理了一些狀況以後 再交代他們說 你們要辦什麼事情... 把這個墳墓這樣弄完 很奇怪 那天晚上弄完 把那個狗頭一拉下來 回到家... 當天晚上 媽媽要幫小朋友洗澡的時候 把她衣服一脫 全好... 再回去找風水師 風水師跟他們講說 你們家 有人故意想要破壞 長子這一房的風水 外婆又一定想要知道原因 我想要知道那誰嘛... 好啦 所以風水師就給了一個方向說 你們要往女的 你們要往家族裡面的女性去看 而且這個家族的女性 她原來不是你們家族 這就明顯了嘛 那個小姑 對 這就明顯了 一定是嫁進來的人嘛 要不就是招罪什麼什麼 後來她就想到 直接這個小姑 就直接是這個小姑 然後就問這個風水師說 是不是這個小姑 然後風水師說 反正我是不能跟妳講 這有東西是天機 我就給妳寫一個什麼 她就寫了一個符 她說妳就貼在門口 妳就貼在門口以後 從此妳家 就不會有任何事情 她就針了一個符 她就真的把它貼在門口 怪了吧 她貼在門口以後 她的小姑 她的小姑就沒有幾天 貼在門口沒有幾天 就突然申請到一個工作 在非洲 她就到非洲去了 還沒完 而且事情還沒完 才去一個禮拜 就在南非的開普登路上 被車撞 而且撞到就是 下盤破裂 下盤 骨盤破裂 當場就刮 所以你說這個 我們會不會 對 我們會不會犯這個禁忌呢 以現在的資訊來講 不大可能 我們會去犯這個禁忌 但是防不勝防 你防不了別人 惡意的惡作劇 這個就是做壞事 得到報應 對 他惡意的 不然怎麼會這樣 這個現在 現在大家很愛拍照 照相機 沒事自拍 亂拍 拼命拍 然後掃墓 就掃墓 還打卡 掃墓有什麼好打卡的 掃墓有什麼好打卡的 好了吧 得到恐怖的報應了吧 是不是這位哥 就是我有個朋友的弟弟 那他弟弟就比較是那種 屁孩啦 這樣講 對 那他們就有個朋友 因為車禍死掉了 所以當然就是 比方說他在去年過世 那今年的金明姐 就要去本上跟他上香嘛 掃個墓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一群朋友 然後就騎那摩托車 那那個墓在基隆 其實他在基隆還滿有名的 因為有個名人的小孩 也葬在那個地方 所以他那個地方弄得很漂亮 他其中有一個 就是我這朋友的弟弟 因為跟女朋友說 我要去掃墓 你知道清明節都廉價嘛 女朋友不相信啊 好 那你要證明給我看 所以女朋友這樣的要求 以至於我這個朋友的弟弟 一進去 有松柏拍個照 然後旁邊有寫什麼什麼 安樂園對不對 那那個安樂園裡面呢 他就那裡也拍一張 這邊也拍一張 拍了十幾張 都是這種自拍 還要這樣小角度 要站到後面的 有背景的 對 然後就啪...傳給女朋友 那他們去呢 阿國生前最喜歡抽三五的菸 喜歡吃檳榔 他們是帶這個去拜他 你知道嗎 然後就把這些所謂的貢品 還有撲克牌 還帶麻將去 我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就放在那上面 然後呢 因為沒有帶香嘛 那就點菸啦 所以就把那個菸拿來擦三根 那那時候呢 其實天氣有點陰 有點起風 所以風一吹 那個菸 那個香菸 像有人在吸一樣 燒得快 他們看到就嚇到說 所以幾個人就在那邊 七嘴八舌 看著那個菸這樣子 就有人拿手機記錄 你知道嗎 那你知道他們那些屁孩 就是當天也在那邊抽菸 吃檳榔 這種就是白木 你在這樣子一個 需要恭敬虔誠的一個地方 居然悉鬧 抽菸 吃檳榔 還叼大老二這樣 那時間差不多 想說那也來了 那就大家跟這個死者講講話 其中一個是說 那是不是覺得我們來看他 他很高興 那講到這邊的時候 他們所有人都聽到 哈哈的聲音 就聽到 的聲音 而且覺得很像 他們死去的朋友 所有人就嚇得 趕快拔腿就跑 你知道 那我那朋友的弟弟 想說 已經過了四十分鐘一小時 女朋友不知道有沒有打電話來 一拿起手機 發現有二十幾通未接來電 都是他馬子打來的 他想說發生什麼事了 趕快回電回去 他女朋友就很驚慌 很害怕的聲音說 你傳什麼照片給我這樣子 他說幹嘛 就是我在墓園裡面的照片 他說你自己看 他那時候還PO了臉書 你知道 結果他說怎麼了嗎 結果一看那個照片 他傳給他十幾張照片 對不對 比方說 有一張是這樣子拍 後面肩膀黑黑的 不知道是什麼 看到第二張 冒出一個眼睛了 頭 再來鼻子 再來嘴巴 到最後一張照片 然後看那個眼神 然後站在他的後面 額頭上面還有一整條紅紅的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是血嗎 還是什麼 搞不清楚 然後而且那個眼神 是瞪著他的喔 前面 比方說 有人站在我前面對不對 我不是這樣看前方 我是這樣瞪他 惡狠狠的這樣 我這朋友弟弟就很害怕 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突然覺得全身發冷 然後朋友都說 你的臉書已經上千個讚了 好多人分享喔這樣 發生什麼事 他直接在看那個臉書喔 臉書上面他PO的照片 大家都在那邊討論嘛 說你調戲人家喔 這是到底是鬼還是人啊 他想說我從來沒有PO一個照片 這麼多人按讚分享的這樣 可是裡面大多數人都說 你遇到鬼了 那所以我這朋友弟弟就很害怕 很緊張 趕快刪照片 刪完照片沒多久 照片自己又恢復 照片裡的女鬼到底是誰 稍後告訴你 他想說我從來沒有PO一個照片 這麼多人按讚分享的這樣 可是裡面大多數人都說 你遇到鬼了 那所以我這朋友弟弟就很害怕 很緊張 趕快刪照片 所以最後呢 他到家發現這個照片 他刪掉還是有 刪掉還是有 重複三次還是這樣 他就把他臉書關閉了 那關閉完之後呢 整個人回到家就是心神不靈 然後女朋友趕快跑來陪他 他說怎麼辦... 我不是遇到鬼了 怎麼辦這樣子 而且也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覺得這個女生很眼熟 那當天晚上呢 這個我朋友的弟弟 他就做了一個夢 反正就是夢到他 在那個墓園裡面自拍 然後就是有個女兒 站在他後面 而且好像要伸出手來掐他 那他清醒完之後呢 就覺得頭好癢喔 就去抓頭 結果抓一抓... 他只能發現流血了 我只有抓而已耶 怎麼會是血 再趕快去照鏡子 他的臉一大片 好像是長險 還是什麼樣東西 一片喔 然後他說奇怪 我怎麼會這樣子 而且摸摸就是有點爛爛的那樣子 他後來趕快跑去皮膚科看 皮膚科說你這是一種 就是黴菌的感染 就給他要 但是經過一個禮拜 那個長出來的東西 不但沒有好 反而是越長越長... 更嚴重 從額頭這邊長到了這裡 延伸啊 就延伸了 然後想說奇怪怎麼會這樣 然後整個人看起來 臉色蒼白 非常之沒有元氣 那他每天都是夢到這個女生 來站在他後面這樣 可是照片我都刪掉了 可是我怎麼一直覺得他很眼熟 後來他突然想起來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靈光一閃 我知道他是誰了 就跟他女朋友說他是誰 我帶你去 帶他回去 他前一個禮拜去掃墓的那個 安樂園 然後到他朋友的墳前對不對 他說他就看到隔壁的那個墳 就是這個女生 照片上面就是這個女生這樣子 但他看到那個女生的時候 那個女生的臉上 你知道怎樣嗎 在他的臉上 吐在照片上面 對 他們就是不是在那邊 刁到刺片給他 那個檳榔汁 見到人家的臉上面 你在那裡吸鬧抽菸幹嘛的 也就罷了 你沒想到吐這個檳榔汁 吐到人家的臉 沒有 然後讓他出現在你的照片上面 連臉書都有 那他也才覺得說 難怪他臉上長那樣 一片紅紅的東西 所以在那邊跪 道歉 痛哭失聲 然後說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然後還幫他那個照片 把它擦乾淨 有擦乾淨就好 哭了半天沒擦就中了 你知道康哥 檳榔汁 把它擦乾淨完之後 然後當天回到家裡面 他就覺得整個人比較舒坦了 隔天起來 居然這個傷 這個痕 這個看起來 醫生講是黴菌感染的 這個潰爛的傷口 居然好一大半了 兩天三天之後不要而癒 所以他就告訴 他所有的朋友說 你們以後去 我們去拜拜 真的要 你要不要去 你要去一定要虔誠 不要在裡面亂搞 自拍打卡或者是幹嘛的 那些都是不對的 對死者是不尊敬的 這叫什麼 這叫樂即生悲 掃墓 掃墓當然很多人都喊一大早去 為什麼 因為一整天要做很多事 要除草 就傳統的要除草 要擺那個什麼 有的煤有一大堆事 還要燒紙錢 然後就時間很長 然後掃墓草到太晚離開牧原了 孤魂野鬼跟回家 那我朋友他們家在南部 所以就全家大小 就回去那邊南部老家 那準備就是要去掃墓 上了山呢 大家就開始要除草了 開始大家分工合作 小朋友在旁邊要幹嘛 他說好 來 你去旁邊坐著 坐在那邊等著 等到要拜拜的時候 爸爸在叫你 你就去坐著 那小朋友也不懂 坐著要坐哪呢 看到有地方就坐了 那個墓碑 往往都會放一個 濕濕放放給他 放一些貢品 他覺得那是椅子 也是滿舒適的 就坐在那邊等爸爸 好 那爸爸就 都弄好了 小凱 趕快上來 上來 拜拜 好 香拿著 叫爺爺奶奶要保佑妳 平安快樂的長大 拜拜 好 那妳再去後面 自己玩... 自己去後面玩 我們要燒籽錢的 不要過來太熱太熱 怕妳會中暑 那妳開始又燒籽錢 然後開始又聊天 一邊聊天一邊燒籽錢 那這個小凱也是很無聊 小朋友妳知道 一直坐著 他也坐不了那麼久 於是他就到處走走逛逛 就看一看 走... 越走越深... 走到一個草叢很高的地方 他突然就看到 有一個影子這樣 一個影子 第二個影子 三個影子 三個影子就從他眼睛 這樣咻過去 不疑有他 因為小朋友不會去想那麼多 後來爸爸就還沒有叫他 他又坐在另外一個墓碑 就坐在那邊又再等 等著爸爸叫他 看他們好了沒有 結果他才坐下去 他就耳朵喔 就好像有人在幫他吹氣這樣 這是風嗎 為什麼風只有灌到他的耳朵裡面呢 怎麼那麼奇怪 剛剛又看到咻... 現在又有三口氣 他心裡想說 好像怪怪的 就跟他跑到爸爸的旁邊說 爸爸... 我剛剛有看到三個影子這樣咻... 從我眼前咻過去耶 就說 小朋友不要亂講話 後面那邊草叢比較高 也許裡面有動物 有野狗什麼的 跑過去 你不要想太多 沒事... 好 他們開始在那邊喝飲料 喝酒的喝酒 聊天的聊天 一晃眼四點多了 他們裡面的那個大哥說 四點多了 快點... 趕快把東西收一收 要不然下山都已經完了 那是不得了了 趕快... 就擋個東西收一收... 他說小凱 趕快 跟著爸爸走 就回家了 吃完晚飯之後呢 小凱就跟他爸爸講說 爸爸 我好累喔 我覺得我頭很重 我好像感冒了 爸爸想說你看吧 叫你不要去就要去吧 那這就叫中暑了啦 好...趕快去忙去睡覺 好...那小凱就躺在床上 要睡覺 睡...睡到一半 他就夢到有一個穿 像個古代衣服的一個男生 然後穿著長袍馬褂 然後就來到他的床前 就把他叫醒 小凱 走... 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那小凱就起來 也不宜有他 就跟他走 走...走到一個深山裡面 他一直走... 小凱說我腳很痠 你到底要叫我走到 多遠的地方 他說到了... 他說到了 小凱 你看 他說看什麼 你看這個啊 他說就兩口棺材啊 你叫我看這個幹嘛 他說這個棺材啊 一個就是我的 一個就是你的 好 我們喊一二三 就開始躺下去喔 小凱就說 他心裡是掙扎著不要的 但是他的腳 不知道怎麼搞得 就自己移到那個 棺木的前面 然後就躺著 他覺得胸口好痛喔 怎麼那麼痛啊 好痛啊... 他就眼睛一張開一看 有三雙透明的腳 在他的身上 踩來踩去... 這樣子 他痛到真的已經 沒有辦法了 就用他最 使勁吃奶的力量 就這樣 就開始叫 那爸爸就跑來說 你怎麼了 一摸他的身上 全身都是熱燙的這樣子 你怎麼... 我好難過... 我不能呼吸了 我不能呼吸 我要死掉... 然後在跟爸爸講話的同時 他身體是沒有力氣的 但是他身上是很有力氣的 他自覺的自己沒有力氣 但是他是一直要 一直要往床下躺平 一直要往床下 就是躺平 又爬上來 床上又躺下去 又躺平 但是他爸爸想說 這個... 他不是已經 病到沒有力氣 怎麼又要辦法做這種 連續來回的動作 而且他把他抱起來一看 不得了 他胸口都是泥巴 而且都是腳印 泥巴都是腳印 他說 這個也太不尋常了吧 然後帶去廟裡面 給他一看他說 你們這個大人 帶孩子去掃墓 孩子要不要照顧好 你知道你們這個孩子 伯母有夠親 那拍咪有夠給他抵他 他還去那邊坐 他的那個夢拜 那個人是很想起的 而且他這個小孩 已經有躺過棺材了 所以他會在床上 一直要做 下來躺在地上的動作 下來躺在地上的動作 這很危險 那怎麼辦呢 後來呢 他就一直在 那個小孩身上 一直畫著符咒 一直念著咒語 後來弄了一隻 紅豬殺的毛筆 在那個小朋友頭 額頭點了一點 那小朋友就昏倒了 昏倒之後呢 他說儀式大概是可以 但是呢 這個孤魂野鬼 還是不放他 他說妳要去做一場法會 就是去妳的小朋友 人家做過那個墳墓 妳小朋友去 他就知道他做過哪裡了 去做一場法會 還要帶足夠的紙錢 去燒給他們 然後一直在拔杯 拔到他開心的 說要原諒你兒子了 他才有可能放過你兒子 他媽媽一聽到 趕快...就去 叫了一大堆的那個道姑 就開始去送金 去做法會 後來一直在那邊拔杯 一直喝頭道歉 叫他兒子故意在那邊 拔頭道歉 後來有了連續三個心筊 他兒子還慢慢慢慢地回復 不再半夜會發高燒了 對 太恐怖了 所以這個很... 這父母親很兩難 帶小孩去也不是 不帶也不是這樣 對啊 那小孩子去掃墓這種地方 又很容易被外人物欽什麼 因為北部好一點 就是北部因為現在土障太少 太少 真的...對 那邊就比較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拜拜趕快走了這樣 南部就容易發生這種事情 接下來他這個是祭拜祖先的 貢品被動了手腳 子孫被活人獻祭 是啊 那是中部的方針的事情 這是我一個客戶跟我分享 他說他的朋友 他們在台中 然後朋友是兩兄弟 其實兩兄弟他們家族 在台中算是非常旺足 而且很有錢 兩兄弟原本感情很好 但結了婚之後老婆 開始就會跟以前 公婆還在的時候 因為很有錢 他們就為了要去爭寵 然後就是誰比較孝順 或怎麼樣 都希望說以後可能 他們分得的財產會比較多一點點 就是弟弟的老婆 其實他臣服比較深一點點 因為當初可能公婆 在往生的時候 爸爸媽媽走的時候 然後要拜祖先 看說祖先要放在誰家 要分家還是怎麼樣 那老二的老婆就說 我堅持不拜 他覺得這樣太麻煩 然後就說要給那個老大拜 結果老大拜了幾年之後 發現說他做那個房地產生意 越做越好 然後他就想說 是不是因為拜了祖先之後 才讓祂的生意變得更好 所以老二的老婆就說 那我也要來拜 所以這個時候他就把他分家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年 他們在掃墓的時候 他們逼不得已一定要見面 然後見面的時候 其實因為老二對老大 怎麼看都看得很不爽 尤其女生看大哥的老婆 更不爽 為什麼呢 因為大哥的老婆也是很 就是好像 對 就是有很多那種財產 家族什麼的 都是好像都被他佔得比較多 例如說這個土地 可能念馬路比較值錢的 都被他拿走了 所以老二的老婆 就非常非常的懷恨在心 然後在有一年掃墓的時候 他想說每年都要準備貢品 可是他們家都有一個習俗 就是一定會帶雞去拜拜 然後一定要帶完整的雞 他認為這是有起雞 誰用得越好越完整 代表那一年家族會越興旺 然後那一年他們就是這樣子 把雞放好了之後 這個二媳婦 這個老婆 他就想說去看一下 擺放的位置 假裝就先讓這個大的 大哥老婆先去擺 然後後來去擺 結果他去擺的時候 大家看他感覺有點鬼鬼祟祟的 可是他就想說要弄一弄 他就想要趕快走了 結果他神情有點慌張 感覺是幹了一塊事 但是大家會覺得說 奇怪你到底幹了什麼事 也說不上來 只知道說這個二弟的老婆 就是神色緊張這樣子 後來他老婆就說 那我要去二弟的老婆說 我要去上廁所 因為他可能太緊張還是怎麼樣 他就走... 走到一半的時候 他要去廁所的路上 因為他們那個公墓 是有在管理的 所以其實都還滿乾淨的 結果他走去上廁所的時候 好巧不巧他那一天 剛好穿的就是一個 偏涼鞋的這樣的一個鞋子 女生 然後他就踢到那個木板 他踢到木板的時候 他就流血 就拿衛生紙 就簡單地擦一擦... 後來他去上完廁所回來之後 發現說他踢到的是 人家剛整木 可能鞋骨有沒有 鞋骨 那個棺材板放到旁邊 他去踢到人家那一個棺材板 然後他就心裡想說 有點低估一下 覺得說這個好像有點不吉祥 所以他回去那天掃完木 回家的時候 大哥的老婆 因為他本來就很痠痠 就很精明 知道說他就回去想說 一直想說為什麼 這一個惡地的老婆 一直好像在貢品上面 有一點這樣鬼鬼祟祟的 他就回去 反正那個雞在那邊 晚上要弄來吃 他就發現說 為什麼他的雞脖子 好像有那個切痕 感覺要斷不斷那種感覺 他就問他們家的那個 就是說主辦的阿姨 他說沒有 絕對不可能 大家都絕對沒有做這件事情 靈機一動 打電話去弟弟家 就罵他老婆說 一定是你動了手腳 那他老婆當然就死不承認 因為他沒有證據 當場也沒有被抓到 所以兩個人又為了這件事情 結下梁子 結果大哥的兒子 因為有一次他們家做房地產 他兒子就騎著摩托車 去工地要尋這個工作的狀況 結果他騎的時候 在工地的路上 背一條風箏的線 這樣騎過去 直接從他的脖子這樣劃過去 還好 他就是因為劃過去的時候 他當下也不知道 他覺得有一個力量 把他的摩托車改 就是把他弄倒就對了 所以他就摔車 如果他這次沒有摔的話 他是整個脖子 很有可能被切下去的 但是他跌倒 然後又被切到 他就受了重傷 然後二弟他們就知道 這個事情的時候 當然還不懷好意 他那個老婆他就說 就是人潮樂逢說 那就是報應 但是他心裡沾沾自喜 他想說應該就是他 動了這個手腳 生效了 對 讓他們家不平安 那結果因為他們掃完木的 大概一個禮拜 發生這個事情 大哥的兒子發生這個事情 然後過了幾天 因為他不是踢到 二弟的老婆 不是踢到那個棺材板 受傷 結果那個傷口 引發蜂窩信主之言 然後已經越腫越大 然後他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就說 那你可能要截肢什麼的 那當然他不願意 那他的想法就想說 那我一定要趕快去尋求一些 可能拜一拜的 什麼宮廟儀式去收金 看看會不會好 結果他去收金 收一收... 確實好了 但是他的這個 慢慢好了之後 大概前後不到一個月 他的免疫系統 整個出了狀況 然後出了什麼狀況呢 就是他一直發高燒 他一直去用類固醇 去控制什麼 都沒有辦法降下來 就還是持續燒 他老公就到處去問人家說 為什麼我老婆 會發生這個事情 結果當然就有師父 跟他講說 因為你老婆沒有做好 就是說這個人心不正 然後他觸犯了 就是祖先這樣子 然後可能當下 可能他去掃墓的時候 也會去刷到 衝到這樣 得到限時報的老婆 有可能再痊癒嗎 更多精彩內容 千萬別錯過 可能當下可能他去掃墓的時候 也會去刷到 衝到這樣子 後來他老公也是人很好 愛老婆 他就到處幫他 著訪一些公廟 找一些高僧大德 幫他做一些法事 後來他這個老婆 在醫院躺了半年 然後躺了大概接近 假設就是到了年中 到快到了年底 他終於出院了 但出院回家之後 他這一個二弟的老婆 開始他的精神狀況 就很不好 每天回家的時候他就說 我在醫院的時候 我都夢見 爸爸媽媽 就是他公公婆婆 回來找他一起吃飯 那吃什麼飯 他們就在一個大桌子 然後大家還吃著雞肉 他說他公婆 一直叫他吃雞肉 後來他就是到了 隔一年的年初 也是接近清明節 這個節氣的時候 你知道他這個老婆 就是出去 就被車撞 被車撞之後 當然還沒有亡生 但是被撞之後 他開始就是每天 就是撞了之後癱瘓 所以他就是變成 每天都要看護 來幫他料理 他的可能生活 洗澡 他只剩什麼 只剩嘴巴可以動 然後大哥老婆就推斷說 一定是他當時拜拜的時候 然後動了這個手腳 讓他得到這個報應 所以他這個家族 就是因為 當然現在還是很有錢 可是兩兄弟 因為這些事情 到現在都沒有和睦相處過 對 就是 不希望往來也沒關係 就不要見面就好了 家族重心 弄來弄去幹嘛 太難道 太多了 那台老實 這就是在掃墓的時候 絕對不能做什麼事情 除了吃檳榔之外 很多的禁忌都有 但是我幫大家整理 大家可能會比較會犯的 有一些人會在掃墓的時候 一直在講過去可能 往生者的一些不適 例如說媳婦就是說 這個公公生前怎麼樣 這個婆婆生前怎麼樣 對我多麼不公平 如何如何的 那我自己有親戚就是 也是當人家媳婦了 他就是在這個墓墓那邊 也是在跟家族高談闊論 這些過往不公平的事情 然後批評就往生 就還在轉型正義 還在講 對 結果你知道他回去 嘴巴立即腫脹 腫很大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 就這樣腫起來 所以這種絕對不行 因為你有損自己的福報 而且你可能在這個地方 詛咒的事情 都會回到自己身上 然後第二個去掃墓的時候 很多人都可能 太陽很大什麼的 就戴帽子 盡量不要戴帽子 因為我們這邊有印堂 那戴帽子會把你的印堂蓋住 當你如果說那一年犯太歲 或是氣運很低的時候 你戴帽子反而會比較有一些 無形的晦氣可能會跟著你 然後第三個就是掃墓完的那一天 你不要再去傷家 因為掃完墓又見傷 你會去刷到 很容易衝到 那再來還有一點就是掃墓 不要穿拖鞋 就是那種肉腳趾的 盡量不要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你要去 整理這個除草等等的 可能你可能會被蟲咬 容易受傷 對 會受傷 那也會可能有時候細菌比較多 你就會被感染 那其實他在習俗來講的話 穿拖鞋就是鞋有那種鞋的音 你叫在那裡拖鞋器回家 拖鞋的意思 那也是有點不恭敬 就是好像不禮貌 那再來還有一個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掃墓不要太晚去掃 通常就是下午的四點之前 你一定要把這個儀式結束 對 因為四點之後 時辰轉音 所以有時候體質比較敏感的人 也會得到這些音氣的影響 那有些時候是這樣 就是說 有些人就比較不適合這種 這種事情 對 那因為家族他又不能不去 是 那就不太適合去 就是要避免嘛 他又不能避免不了 那怎麼辦呢 當然如果能不去 例如說小朋友 真的很小的 他的靈還沒有定 你就盡量不要帶去 是 那其實我覺得家族的人 還是盡量體諒 每個人又每個人不方便 那第二個還有就是孕婦 當你的胎氣還不夠穩的話 也盡量少去那地方 因為有時候胎還沒定的時候 傳統來講是因為 這個小孩的靈還沒有定 很有可能其他的這些眾生 他可能會干擾你的胎氣 所以會讓你可能會有一些 不太好的事情發生 是 然後再來呢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說 你當天如果真的是感冒 重感冒 你的磁場很低的時候 其實你也盡量不要滅降 自己的 鬼不好也不要去 對 你的鬼不好的時候 你又去 那個地方 一定又是比較陰氣 很多的一些家族眾生 都在那個地方 所以你去的話 就特別容易讓你的運氣 時運更往下滑 那像我們這個 有犯太歲的 就是有好朋友的 長輩過世 要叫我們去 就是給他輾箱一下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辦 其實講犯太歲那天 你要輾箱不是不行 但是你要記得 你不要去沾養胰龍 如果說在商家的話 然後你也不要吃 商家的食物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要去可能掃墓那一天 或者是你要去碾箱的那一天 你要記得你可以放一下農民力 假設你本身很敏感的話 你就看農民力那一天 不要沖到你的生肖 例如說你是屬豬好了 但是你是今年犯太歲 可是那一天剛好又沖豬 那我們就盡量不要 選擇那一天去 可是那一天是出病 哪天要去 那你身上就是可以用個紅包 然後帶七片榕樹葉 帶護身符有沒有用 符龍艾草也可以 帶護身符有沒有用 有用... 有用 但是因為你帶這個 可能龍樹葉 符龍艾草放在紅包袋裡面 再加一點粗鹽 這個是你去了商家之後 出來在路上 你就要把它丟掉了 你不能帶回家 因為這是把晦氣做一個結界 把它清除掉 如果說你的朋友 犯態罪什麼的 真的就體諒就要不要來 對 但是禮要送來 對啊 該到還是要的 然後這個案子是清明節 然後祖先就託夢了 那說夢什麼 那夢住的地方太擁擠了 那造成什麼後果這樣 這個案子是 他事主是一個清華大學的 一個女教授 這女教授他是美國 一個很有名的學校出來 理工學院對不對 模式喔 第一年他回來跟老公結婚的時候 好 第一年大概就要跟著 這夫家的人一起去掃墓 可是他在去掃墓之前 前兩三天他連續一直夢到 戴一個清朝官帽 然後這個 看一個穿像清朝服的老先生 一直到他夢中裡 然後就跟他講說這個 孫媳婦啊 他是用閩南語講的 他說孫媳婦啊 我知道你是特色的人 你比較知書達理 你大概也有比較處理事情的能力 那我們那麼多年來 我睡在那麼擁擠的地方 跟一堆人擠在一起 睡到頭上還要回去 你知道嗎 你們這個後面要了解 跟他去處理一下 我睡得比較舒適這樣 那這個女教授 其實他對這個 尾尾舌層的東西 一概是不會去理這種東西的 選擇不理也不講 那好啦 掃墓了隔一個月 他的公公 就是他的公公 就是從家裡的樓梯摔下來 他摔下來之後 就把脖子摔斷 頸椎碎裂 搞了一年多才好 好啦 隔年 清明節又來了 就在清明節前一個禮拜 他又夢到這個老先生 又來找他 孫媳婦啊 去年交代 去年跟你說的事情 你怎麼有做 不然你讀書讀書 是要做什麼 阿公你跟你說這個 你要快去處理一下 他那時候還想說 我怎麼又夢到這個夢 然後又想到去年 他這個老人說 要跟很多人睡在一起 現在是怎麼樣 他想一想 怪了 這個應該不會是跟什麼... 有相關吧 他本來想要去廟裡 去求神問譜 可是那個實驗室很多事情 他又忘了 忘了呢 掃完墓之後 隔幾天之後 他的大伯父 大伯父在工地 就是工作的時候 被一個東西砸到頭 被上面掉下來那種 沙包 沙袋的東西 砸到頭 受這種傷 連續兩年 公公大伯出世 那又這樣子過了一年 第三年 第三年 再度去掃墓 又夢到一樣的東西 但是這個老人 跟他講話的口氣 就是越來越嚴厲 孫媳婦 你已經 你這樣子一直 一直在欺騙我們長輩 你這樣子做 對嗎 對 枉費你去國外 讀那麼多的書 你這樣子對得起我們嗎 那時候他就心裡 有緊張了 可是緊張了 他就把這件事說出來 然後就跟他老公講 連續三年都夢到這個東西 到底是你家的問題 還是我家的問題 我們家有沒有 有沒有誰誰誰是怎麼樣 結果他老公說 沒有 沒有 對我上一輩幾代的事 我也搞不清楚 反正而且我們都讀書人 你不要想太多 好啦 這次換婆婆了 掃完木之後 婆婆出世了 婆婆出外運動散步的時候 早上被輛機車撞到 也受重傷 你看一家連續三年四年 就這樣連續發生了 那麼多的事情 好 第五年 就是去年 清明節前夕 阿公再來找他了 就跟他講說 你知道我這幾年來 睡得很不好嗎 你不要想太多 你都不把老人家講的事 放在心上 那我下次就找你了 他就從夢裡驚醒 他連續夢了四五天之後 驚醒 驚醒之後 他可能不知道是 就掛在心上 那結果他就是從學校 開車因為他住竹北 他一開上高速公路 準備要去切到內側車道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就覺得有可能推他 所以他方向馬一打 就直接撞互然 一撞互然之後 他整個這個 後頭蓋骨這邊就裂掉 就破裂了他昏迷 送到醫院急救 就這樣弄了... 弄了好幾個月 他也才恢復 所以他就叫他老公說 你跟我去護鎮事務所 把我們家全部族譜掉下來 然後他去問他的公公 我們家過去的歷史是怎麼樣 這時候他就發現原來 前世代是葬在一起的 而且他們其中這個前世代 有人做官 好啦 就去護鎮事務所查 以前的那個埋葬的地點 公墓 查到了以前爺爺 就是曾祖父那一代的 好 就一看 現場一看 剛好道路在拓寬 是吧 剛好那邊墓地道路在拓寬 所以那邊的門 還有那邊的骨灰罐 都被弄到那個大坪頂的 新竹大坪頂的鄰谷塔去 結果他就帶了一個道士 就是到這個安置鄰谷塔 那個地方去 但是問題是骨灰罐在哪裡 不知道 對 不知道 所以他就用道士去拔杯 拔了快一天 終於拔到了一個罐子 好大一個罐子 然後拿下來 拿下來裡面 裡面有八副骨頭 好 然後這個撿骨師 就來幫他撿 可是當天晚上他去做一個夢 老人就跟他講說 你已經找到我 你為什麼沒有好好把我處理 對 這樣是做法 好像不大得對 然後他就問他 到底是什麼事沒有處理好 他沒講 好 這個他馬上跟道士 還有撿骨師講 我昨天晚上又做一個夢 你們是不是那幾個骨灰罐 沒有弄好 我們再重新弄一次 排列一下... 結果排出九副人骨 因為他昨天本來 弄出是八副而已 但是弄出來是九副 好 弄出來九副之後 OK 這個事情就這樣結束 然後他們就趕快 去再去找一個新的骨灰罐 把它放進去 然後做一些 該做法事都做好 那天晚上 阿公又出來了 對 媳婦啊 這一陣子辛苦你了 不是說我要害你們 是我要教你們知書打理 因為阿公也是讀過書的 你也是讀過書的 講一件事情 你們可以拖五年 阿公是會生氣的 就把它訓了一頓 對 因為已經跟你講那麼多次 而且出那麼多事情了 還不聽 真的滿腹 真的是不行 就算不管你有沒有讀過書 或怎麼樣 我覺得還是做到啦 那你就真的好好去查明 但你看 中間如果 他第一年就做 可能就不用這麼多事了 去找的話 那親密也要到 大家就去掃墓的時候 真的 就是要誠心一點 然後要把它當成一個 是非常慎重思遠的事情 不要在那邊嬉皮笑臉 不要在那邊胡鬧 因為大家都會變仙人 以後你的後輩來 在你面前這樣搞 你也會很不爽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volta